国家副主席韩正20号在经集体会见 由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率领的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 约旦 埃及 巴勒斯坦 印尼外长 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等出席 韩正表示 中方高度赞赏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联合特别峰会的 和平努力和正义呼声 支持峰会部长级联合后续委员会 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对当前加沙人道局势 异常严峻 深表关切 正在加快推进对加沙紧急物资和县会援助 作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中方愿继续同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等一道 推动全面落实联大及安理会有关决议 为实现停火指战 缓解人道局势 重回两国方案不懈努力 菲萨尔等表示 感谢中方发挥领导力 推动联大和安理会通过重要决议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高度赞赏 中方坚持原则 主持公道 其同中方一道 推动立即停火 加大人道援助 切实落实两国方案